一提到厄尔多斯 很多人都会想着它是中国的土豪城市 又会有很多人说它这里的支柱产业是什么 今天我告诉大家 就是四个字 羊煤土气 羊就是羊绒 煤就是煤矿 土是稀土 气就是天然气 所以说呢 在很多年前在这里是豪车遍地 街头随处可见豪车 这个青铜文化广场还是挺大的 现在人不多 这个广场上有很多这种青铜造型的大的雕塑 这里呢 一共有六个大的这种青铜造型的建筑 然后那儿还是一个青铜造型的 那下面应该是一个商场 下面这个大的就是商场 从这里好像可以进入商场里边 这个广场上呢 有一个标志性建筑 就是我身后现在这个殷型金冠 这个在青铜器博物馆里边呢也有 站在这个广场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盛区这边的建设 虽然说看起来它没有康巴士那么土豪 但是这个地方建设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道路非常的干净啊 看不到一点垃圾 对面是雍贵中心 还有新华保险 然后正对面呢是越基公园 这里就有停车场 停了很多车 带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好车 现代尼桑奥迪 奥迪 再看一下这边 马路对面停了很多车 等会我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多的豪车 这辆是奥迪 这也是奥迪 上海通用 这个红色的其实我还不认识呢 别克 丰田越野车 这是一辆大众 这是一辆别克 旁边的是奇亚 可能很多人会说土豪的是康巴士 因为很多人呢他们是在康巴士工作 然后晚上是回到东盛区居住的 这里比较热了 繁华 在康巴士的话 它的商业配套没有那么成熟 这辆是本田 大众 奔驰 大众 所以说在这儿停的车呢 几乎很多人可能也是在康巴士工作 尼桑 这个是北京拍照的 雪佛来 雪佛南 尼桑 大众 丰田 尼桑 尼桑 别克 宝马 武林神车 吉普 这辆白色的是现代 正对面就是东盛区盛府 看一下在东盛区街头是不是豪车特别多 大众 保时捷 比亚迪 别克 保时捷 大众 还有一些车标我不认识 现代 别克 别克 大众 本田 大众 雷克萨斯 山林 哈佛 雪佛南 大众 宝马 路虎 别克 丰田 路虎 沿路 沿路 赞 草 杉 超 颜 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